母親節手作系列 歡迎來到新之谷手作風 我是欣欣 最近分享了很多母親節手作系列的影片 包含羊毛毡、卡片、創意手作等等 大家比較喜歡哪一種呢?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唷 今天的母親節手作系列第五集 我們要來做一個簡單的摺紙 把一張紙變身為明媛風的手提包 使用串珠作為手提袋 時尚又貴氣 裡面放入最實用的禮物 哇!是money money 媽媽看了應該會很開心吧 這次使用珍珠菠蘿紙 做出來的成品質感倍增喔 母親節做一個讓媽媽愛不釋手的明媛手提包吧 首先拿出20垂20公分的珍珠菠蘿紙 翻到背面 將紙張往對角方向折成三角形 再對折一次 打開之後 將兩邊的尖角往中心點折 再次打開 將右邊的尖角往左方的折線折 再將左邊的尖角往最右邊的折線折 打開後 將三角形底部往上折約1.5公分 將右邊的尖角對齊右邊的第二條線往上折 將左邊的尖角也對齊左邊第二條線往上折 接著將上層的三角形對齊剛才兩邊折出的折痕往下折 再往上折 再往上折 將上層紙張整個往下翻 再將下層的紙張往上抽拉 將右邊的尖角對齊折痕往內折 尖端對齊水平中線 尖端對齊水平中線 另外一邊也將尖角對齊折痕往內折 接著將三角形往內收折 左邊以同樣的方式收折起來 兩個重疊在三角形下緣須對齊 兩旁側邊絮成直角 將兩個重疊的三角形用雙面膠黏貼固定 並將多餘的紙張往內折 黏貼起來 接著稍微按壓一下兩旁邊的折線 同樣的將上方的三角形沿著折痕往內收 另外一邊以相同的方式將三角形往內收 手提包就慢慢成形囉 接著用雙面膠黏貼固定 兩側邊也用雙面膠黏貼起來 將上方的三角形往下折 再往上折一點點 插入長形附縫裡 包包就完成了 接著準備三毫米油珠約40顆 0.3毫米的銅線約20公分 在手提包的兩個側邊 使用尖銳的工具 各戳次一個小洞 將銅線穿過小洞 可使用小鑷子或夾子協助穿洞 將銅線繞一個圈 再穿過洞口一次 這樣會比較牢固 將內部多餘的銅線剪掉 並壓平 接著開始串上油珠 穿好之後 將銅線穿過洞口 一樣再繞一圈 再穿過洞口一次 將內部多餘的銅線剪掉 並壓平 貼上小裝飾 銘圓封手提包就完成囉 假如沒有油珠 也可以直接將珍珠波羅紙 裁切成1.5吹20公分的大小 作為替代 並將紙張劃分成三等份 並折疊 打開後 貼上雙面膠再黏貼起來 將提袋貼在包包內側 裁切成適當的長度 並黏貼 可以使用不同顏色或不同款式的紙張 做出專屬於媽媽的明媛風手提包喔 接著包包裡當然就是要裝淺淺啦 將紙張用膠帶連接起來 然後捲起來 放入包包裡 抽拉的開口朝上 這樣明媛風手提包就完成囉 使用珍珠波羅紙做出來的手提包 質感倍增 裡面可以裝小禮物或錢錢 好看又實用喔 有興趣可以做做看 母親節給媽媽一個小小的驚喜吧 以上是今天母親節手作系列的影片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個讚 訂閱新之谷手作風的Youtube頻道 加開啟小鈴鐺 還有更多精彩手作的內容要分享給您喔 那麼下次見囉 掰掰